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挑戰不可能最快樂 其實主辦單位邀請我來做演講活動的時候 我曾經都會問我說 我的聽眾是什麼樣的人 他跟我講說年輕人 我說多年輕啊 我也覺得我是年輕人 多年輕 再學的 基本上都還在學校裡面的學生們 那要分享什麼 因為我們的title是這個 青年開錄論壇 願景工程 開錄 所以我應該要跟你們分享是 我怎麼開錄吧 然後願景 就是我把我的經驗跟你們分享之後 對你們的願景 你自己的夢想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或者是我自己 覺得比較簡單就是給你們什麼樣的養分 媒體呢 他稱呼我是錦鯉女王 其實我是希望是錦鯉公主 可是因為年齡不符合 我覺得再過幾年 可能是編錦鯉歐巴桑 為什麼叫我錦鯉女王 我真實的生活曾經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不再穿青蛙裝了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顧問 但是我曾經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叫我錦鯉女王呢 因為我到歐洲去的時候 我從2005年開始 長達10年的時間 在歐洲這個視察去耕耘 到有一天 所有的歐洲人 走到我的展位來的時候 看著我是說 你就是台灣的錦鯉女王 那為什麼叫我台灣錦鯉女王 是因為年紀到了嗎 也不是喔 是因為我有一些作為 我有一些做法 我有一些表現 在同行之間這些屬屬勃勃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基本上穿青蛙裝 下去池塘 養魚生魚挑魚 幫魚打針差藥 甚至打包 然後賣到會場去的 這個叫業者 我不是貿易商啊 是業者 在這個行業裡面 女性繼承家業做業者的是零 然後呢 在這個行業裡面 業者 就所謂從農場走到餐桌嘛 業者走到消費者面前 去介紹自己產品的也沒有 我是唯一一個 從台灣走到歐洲國際大展會場 在那邊跟別人介紹 這是我們家生的魚 這隻魚是我養大的 我生出來 不是我啦 我們家的魚爸魚媽生出來 把它養大 帶到現場來的 所以在這個行業界 我算是一個比較 你說比較閒眼也可以 也是一個比較突兀的代表 因為沒有女孩子會去養魚 包括剛剛兩個說要從事 養殖漁業的男孩子 沒有一個女孩子 會想要去養魚 為什麼 我26歲之前在補習班當行政副主任的時候 我每天都穿得比今天還美 然後呢香水 然後皮膚也很白 不像現在滿臉都是缺斑 是曬出來的 然後香香的嘛 白白的嘛 美美的嘛 等著我的碩士男朋友畢業之後 我們就要結婚 然後就要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然後我的薪水呢 一個月大概十多萬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逛街啊 去巴黎島啊 再存一點錢去巴黎啊 不用巴黎島啦 巴黎去啦 然後就會生小孩嘛 小孩子生出來了 就開始念書啊 然後呢我就在家裡面啊 要做這個 唱那個美好的家庭的歌啊 然後呢就 幸福快樂直到永遠 我是這麼認為的 但是當我26歲的時候 回家去繼承這個家業的時候 其實繼承家業的故事 網路上都有寫啦 但是我覺得一言以蔽之就是 我今天不是要跟同學分享 就是創業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今天女王你趕快把你的創業秘籍 分享給我 為什麼要我分享創業秘籍 因為看起來我現在很成功 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想要參考你成功的方向 那個你當初要做這個 觀賞於國際行銷 你那個品牌怎麼規劃的 網路怎麼規劃的 展場怎麼規劃的 跟客戶如何互動 跟產業如何競爭的 你有沒有那個藍圖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什麼 風險行銷分析管理有沒有 你當初是怎麼開始 因為總是要上戰場 先準備好你的刀槍 子彈都要穿透對不對 請你跟我講一下 我就默默的跟他講 我26歲的時候 接到我爸的電話跟我講 你阿公被車撞飛出去 躺在醫院 趕快回去看他 回去看他的時候 我們家裡有三姐弟 大姐我跟小弟 大姐在長庚醫院的中藥 他要繼續當那個部門主管管要的 所以阿公如果住長庚系列的病房 打折 那 弟弟呢 有一個論結婚嫁的女朋友 先交起來對不對 但是呢我爸明擺著負債兩億 所以這個女朋友呢 雖然很愛我弟弟 可是呢家長呢 不太願意他們太早結婚 希望他女兒就是有些迷毒知返這樣子 所以當我爺爺躺在病床上 看著這三位他的寶貝孫子的時候 我們家 雖然家到中落又破產又付兩億 可是那是因為你爸不懂事 跑去投資土地 房地產什麼的 我們本業本業做的是很好的 這個家業要有人繼承 不然我們土地全部都要被人家拍賣 阿公以後死掉以後 埋在那個家墓 還流眼淚 周三我要擺撩撩這樣子 祖先留很多下來 你們三個參想一下 誰要來繼承家業 那我姊就說 可是我如果不在醫院上班 你就沒有打折 我弟就說 可是如果我繼承家業的話 你就抱不到爭孫 那我就默默說 我好 OK好我來 所以我從26歲的時候 你問我 你當初是看準了什麼國際商機 未來的藍圖什麼什麼 才去創業的嗎 不是 我當初創業只有一個理念很簡單 就是我阿公看著我 阿不你好嗎 好 就這樣子 所以從那個26歲那個點 到今天我已經39歲了 十多年來 有人問我說 你當初繼承家業的時候 就有沒有雄心壯志 要把它做到國際品牌去 我說沒有 我當初只是想說 在我爺爺死掉之前 我就泡在水裡給人家看 就是這樣阿 阿公我有在做 你放心 我有在做 就是只是希望在精神上給他安慰嗎 而且我們三姐弟有開過會 我姐跟我說 你放心 等你老了 爸爸媽媽爺爺都去世了 我們也不用還債了嗎 因為有很多是人情債對不對 長輩欠的小孩子就 他們死掉就算了這樣 所以沒關係 你只要堅持到阿公去世了 阿嬤去世了 爸爸去世了 媽媽去世了 你就可以不用還了 到時候姐姐我會照顧你的 那我弟弟就跟我講 姐你放心 我負責生孩子 我會交代我的孩子 以後姑姑要養 就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創業 因為我姐姐答應我說 她會照顧我 我弟弟說她兒子也會照顧我 她就這樣決定了 阿最後為什麼會變這樣 阿再多很多養殖科系的吧 為什麼會變這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我只知道說 當我穿著青蛙裝 跳到水裡面的時候 好冷 好熱 夏天的時候 你穿青蛙裝下去拉網 對不對 然後你青蛙裝就會貼到你的身體上面 因為那個下去有水壓 然後就捏你的肉有沒有 所以你起來的時候 那個腿上面就有那種紋路 很酷的 然後呢 在水裡面就狂冒汗 你知道嗎 那個清蒸嘛 狂冒汗 冬天的時候 跳下去水裡面 我能的要死 為什麼因為我們靠台溪嘛 靠海邊 我跟妳講養殖場不是在都市 都是在鄉下嘛 然後那個風就一直吹 一直吹 你吹到你頭皮發麻 就開始變痛 然後泡在水裡面 然後最重要是那個魚很不適項 你抓牠的時候 牠就一直 有沒有 然後一直潑你水有沒有 你全都是水 然後還有魚便便啊 魚口水有沒有 噴了你滿地都是 為什麼會變這樣 因為我泡在水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是想得過且過 過一天是一天 但是我很幸運 這個都是以後的事情 不是那個時候的事情 我很幸運的是 我以前在北京唸書的時候 因為我唸的是美術系 然後我爸爸有錢 都給我卡片刷 我有個同學 他是在奧迪當顧問的 然後呢 也當IBM的顧問的 他到我們學校來學中文 我這個要跟同學分享 好人有好抱的 有一天就是我要去 我們留學生都住留學宿舍 他們女生三樓男生二樓 那我經過二樓的時候 夏老經過二樓的時候 看到他的房門沒有關 我就心裡面在笑 你雖然只有一張椰子墊 跟一個折疊座 他是我公認 我覺得最窮的學生之一 你知道嗎 那我是房間是全配 我還有微波爐跟電視 他沒有 他只有椰子墊跟折疊座 我說雖然你很窮 可是在那是1997 98年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小偷 用一頭椰子墊跟折疊座的 所以我就想說 後來就幫他把門關起來 要先推開反鎖 對不對 一推開我就發現 躺在椰子墊上面 你知道嗎 把他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 然後戴著毛帽 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的身分是顧問 我當時認為他是一個很窮的窮鬼 他來我們學校學中文這樣 那時候我英文一句話都不會講 他英文非常流利 然後我看著他 他就看著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了 他就叽叽咕嚕叽叽咕嚕叽咕嚕 我也聽不懂 說不過就我的目測判斷呢 你應該是感冒了 因為他在那邊 他就是流鼻涕啊 然後看起來又紅紅的 我就去摸他 哎呀你發燒耶 他說叽叽咕嚕叽咕嚕 我說聽不懂 我聽不懂英文聽不懂英文 你不要跟我講英文 你在這邊學中文你講中文 然後留學生裡面我中文最好 因為全部留學生只有我一個台灣人 你知道嗎 我就說沒關係 你今天遇到我 我就會救你 我就找那個正當的旅遊翹課 你知道嗎 因為那天下著大學 我很不想去上課 我說好我救你 怎麼救你 我要去幫你買服帽感冒 對不對膠囊 那我就去那個國際貿易中心 因為外面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我不敢隨便買 就像去101買感冒藥一樣 就跑去那邊買感冒藥回來 那我又記得我媽媽跟我講啊 空腹不能吃感冒藥 我說你好可憐喔 你連個冰箱都沒有耶 你也沒有麵包可以吃 你好可憐喔 我說這樣好了 我東西很多 你等我一下 我就回我的高級套房 那個麵包啊 水果啊 什麼東西切切那種 一大堆樓上樓下 跑來跑去 果汁啦 什麼水啦 蜂蜜水全部傳好 他躺在椰子墊上對不對 我們就跟他拜拜有沒有 排一整排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You One 兩片感冒藥在這裡 然後Two 果汁 Three 麵包 我會一到十我會講 其他我都不會講 然後就傻傻看著我 然後一直跟我搖手 然後叽力咕嚕 叽力咕嚕講給大家 對我說 English no Chinese please 這樣子 然後就很無奈了 然後我就 拜拜我就走了 我就去玩了這樣子 晚上回來他活跳跳了嘛 到我26歲回去養魚的時候 我跳到水面養魚的時候呢 他坐飛機來台灣 看看那個老同學 看到我泡到水裡 他就跟我講 你沒救了 這時候他中文已經練得很好了 你沒救了 我看你的樣子沒救了 我說 我也知道我沒救了 可是沒有辦法呀 他說 你的腦袋有問題啊 你為什麼要跳在水裡面呢 你為什麼不要在都市上班呢 你如果好好在都市上班 你一個月十幾萬的薪水 等你阿公死了 阿嬤死了 爸爸媽媽接到都市來住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跟他說 你這個戲阿兜你不懂 我們 優良的中華文化 我們台灣人的文化就是 家人最重要 全家要死在一起 這個阿兜 這個阿兜就跟我講 你的鬧袋有問題 你的鬧袋有問題 我從小是學音樂學美術 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我看那個韓劇 數到三 還沒有三我就哭了 你知道嗎 我哭點很低啦 所以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我就覺得說 沒辦法啊 我一直躺在床上 就希望看他的孫子很努力 我就做給他看就好了 所以這個外國人就跟我講 你曾經呢 在我感冒的時候 給我拜拜過 我拜有保餅 他跟我講 其實我那時候要跟你講的是 感冒是病毒引起的 吃感冒藥並不會好 我只要睡覺就好了 可是你硬要給我拜 所以 但是當時我感受到的是 這個女孩子好善良 好單純好善良 那你今天都 泡在水裡面了 我也知道怎麼勸你 你都不願意上來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我能救你 我說你要救我 你要怎麼救 你要給我兩億的嗎 讓我去還債嗎 他跟我講 不是 我是顧問 顧問是老師 老師會告訴你方法跟方向 但是要你自己去執行 所以他幫我你那個 八年抗戰計畫 十年成功計畫 前三年不會有訂單的 到第五年你會想死 你要不要試 在說很多同學 一定心裡面有問號 你今天自己所謂這麼成功 不是你爸爸給你繼承家業嗎 是啊 付兩億要不要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之所以那麼成功 是你很僥幸很幸運 竟然去遇到一個大天使 一個國際知名的風險行銷管理顧問 願意無償的來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才成功的 我說 可是當初如果沒有白就不會剝皮 你知道嗎 剛剛前一個講者講得很好 機會啊 機會這個東西啊 不是你去爭取來的 而是你本身 你本身的努力 你本身的累積 到某一個程度 那個機會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抓住了 所以Discovery會採訪我 說哎唷 台灣有個女生好厲害喔 好棒棒喔 總統還在我們家說好棒棒喔 那時候我阿公還躺在床上 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來兩個總統 關起來那個沒有來 然後呢 我們鎮膝的阿伯 跑去跟我阿公講說 砸子啦 沒蓋子啦 一禮拜來兩個總統 八字不夠重 他誤死 你知道嗎 他也好煩惱喔 還跟我講 要怎樣 他有自己摸到你的手 我說兩個都有耶 總統都說你好棒棒喔 然後呢 我現在在屏東那個 農科園區裡面 成立的第一家 顧問公司 很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開顧問公司 應該說什麼 井里養殖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看起來 比較厲害對不對 你怎麼弄個什麼 滑井顧問公司幹嘛 我從跳下去開始到走上來 我開始辦教育 我開始收學生 屏哥大學生我也有收過 大二大三的時候 要去我的漁場 去拔草 去曬太陽 去撈水草 做這些工作呢 是鍛鍊他們的心性 就是我常開玩笑 你知道嗎 每年來的學生 每年都15個學生以上 來的學生裡面 第一年 第一週大家都講好了 你要去我漁場實習 跟吉尼女王學 你的自傳履歷 只有一百個字 第一行一定要寫 我吃苦耐勞 喜歡拔草 沒有這一行 我就刷掉了 不用來 所以你因為你是親鼻血的 我們都不能用電腦打字 一定要親鼻血 所以如果你來我漁場 拔草三天得憂鬱症 打電話給你媽媽 說媽我是來學國際行銷 她叫我拔草 你媽來找我 我就把你旅運拿出來給你媽看 這是她親鼻血的 她好喜歡拔草 陳寧顧問公司 當我的學生畢業之後 他真的很想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呢 回去請示父母 我們的大學生 到大學畢業都還要請示父母 媽我要娶誰 媽我要從事什麼工作 爸媽會跟他說 我栽培你念到國立大學畢業 你竟然要去給我養魚 你怎麼會想要去給我養魚 你怎麼會想要去給我養魚 對不對 在座的養殖系 剛剛舉手只有兩位嘛 對不對 你要去考個公務人員啊 去什麼水產試驗所啊 不是挺好的嗎 你幹嘛要去現場給我養魚 那個不用你去做啊 我學生就內心交戰 可是我很想跟著中傑 一起闖世界打三國 可是我媽就不同意啊 所以我說這件事交給中傑 我成立一個顧問公司 明明幫你印 顧問公司專業經理人 拿回去給你媽看 媽媽就覺得很棒 人家問他說 你兒子畢業在幹嘛 在顧問公司上班 什麼職業 專業經理人 很厲害對不對 專業經理人經理什麼 撈魚啊 養魚啊 打包啊 然後呢 為了滿足媽媽 要帶阿姨叔叔伯伯來 看到兒子的工作環境 我們也很漂亮 不然的話呢 你帶媽媽伯伯叔叔阿姨去那個 漆底啊 那個爛泥土堆啊 雜草堆啊 去看到兒子在那邊撈魚 媽媽就覺得會流眼淚啊 我兒子好可憐啊 我今天能夠給年輕學子 什麼開錄啊 去我漁場學習的學生 一個禮拜都在拔草 我只給他一頂斗粒 給一把鐮刀 錄自己開 為什麼 因為我負債兩億的時候 我第一年要踏上歐洲的市場的時候 我只有我以前在補習班上班的時候 辦了一張花旗信用卡 給我借款30萬 去花利息20% 我只有一張花旗信用卡 我要去歐洲辦展 辦一個展覽最少要100萬 去不去 30萬跟100萬當然沒辦法去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總而言之我是去的啦 錢不夠沒辦法住飯店怎麼辦 帶帳篷啊 我帶帳篷在公園裡面的 錢不夠吃飯怎麼辦 因為一餐要十幾歐元嘛 錢不夠吃飯怎麼辦 台灣什麼東西最多 泡麵最多 我跟你講 帶三香去而且不會超重 很輕啊 每天都吃不一樣口味的 很厲害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我給你鐮刀給你斗粒 要你把那一排草除掉 我每年說這麼多學生已經六年了 最有趣的是有一年有分組嘛 那個平科大的啦 嘉義大學的啦 入港水事所的啦 高雄海大的啊 基隆海大的都分組嘛 人家有一組學生跑來跟我講 中姐中姐 你告訴我們說 這一排草是我們的責任區 我們要把它除掉 我說對啊 因為我是美術系的 除掉以後我就覺得 風光明明心情大 我就會把成功的秘密告訴你啊 他說那我們五個人商量過了 因為我們的技術真的很差 我們拔草就像他拔賣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很不會拔 可是我們看到隔壁有個很厲害 他說他一天只要600塊 那我們決定集資請他來幫我們拔 中姐你覺得可以嗎 我說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我就叫你們把草消滅而已 我給你鐮刀跟斗粒 你有辦法請阿嬤來讓你厲害 他們就請阿嬤把他一天解決掉了 剩下的時間都坐在那邊問我說 中姐那個國際行銷該怎麼做 還有一組學生呢 是沒那麼聰明啦 但是 他們把我漁場所有的雜草 做成本草綱木雞給我 標本 跟我講中姐這顆是可以吃的 這顆是黑青的 你堆住它過的 好 我們要講什麼 開路 路是你自己要走的 不是我要去走的 你要開出你自己的道路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沒有錢又怎麼樣 沒有錢不能去跟 剛剛講過不可以靠北嘛對不對 我負債兩億的情況之下 我都可以踏上歐洲大陸 到今天變成景年領王 是因為我相信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我的顧問不是叫我去融資 不是叫我去借錢 不是的 他都跟我講 你現在有什麼 我現在只有父母親會養魚 有一個要倒要倒不倒的漁場 可是裡面魚很漂亮 好 就有你既有的資源來做事 年輕人去我漁場實習 一個禮拜都在拔草 為什麼 你既有資源就是斗粒跟鐮刀而已 你能做出什麼樣的事業 有的學生可以把我那個地上 那個亂七八糟那個磚塊 排成有花紋的地步 那個步道你知道嗎 從一件很小的小事上面 就可以看出來 你在資源大家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有的人會抱怨埋怨打電話給媽媽 有的人會做本草高木 有的會想辦法集資找人來做這個事情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我97年出生的 基本上過得還蠻爽快的 小時候 那個這個是我 我阿公到去世之前 都默默的跟我講 你少一隻 他蠻遺憾的 我不是男生 OK 好 小時候我覺得 跟大家分享很重要 我們有個家墓 我小時候看那個墓碑長大的 好幾次嘛 四次大家也都在那邊 我知道從小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 人生活著不是要累積財富 是要累積價值 那價值不會給你刻在墓碑上 很遺憾 通常正常我們所有人死掉如果正常一點 是這樣啦 會有那個出生啦 死亡啦 姓名 付照片不用留電話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的 人生不是要累積財富 是要累積價值 我的爺爺留給我的價值是什麼 我26歲的時候開始 挑戰不可能 很多人跟我講 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會砍忙啊 女孩子哪有可能要緊急啊 都不會 可是我是一步一步走 你先跟我講 女孩子不可能 不可能砍忙啊 我就下去砍 那砍起來又什麼 腰痠背痛 肌肉拉傷 晚上睡覺要捲著睡 沒辦法平躺睡 沒關係啊 我先克服這一個 女孩子不可能會抓魚 一個 女孩子不可能 台灣人不可能可以出國的 你英文不會 你不可能跟外國人溝通的 我到現在我的英文 只會講景理與相關的 你如果要跟我談戀愛 跟我講電影 我聽不懂 語言也是工具的一種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要倒不倒的 在這樣一個破破爛爛的漁場 如何變成景景女王 在座各位同學 一天只有24個小時 很正常很公平 你有8個小時 睡覺吃飯打屁發呆 聊天談戀愛用完了 那8個小時 你還要上班或上課也用完了 所以簡而言之 一天你有8個小時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很一樣 切一半 另外一半要留給家人 或者是什麼不得不的理由 補習 什麼一大堆的 沒關係 你一天最少有4個小時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換而言之 如果給你活到90歲 在台灣應該是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除非你有發生什麼意外 30歲 以前睡覺發呆把屁了 就用掉了 30到60上班上課用掉了 你還有30年可以做自己 在砍尼半生15年 你的人生價值只有那15年 你要做什麼 我們活在何其有幸的年代 我知道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一些 流學的同學 華華僑或是留學生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何其有幸 我活的年代 十多年前的時候 當我開始學國際行銷 開始學網路行銷 說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的顧問都是丟題目給我 他會跟我講 你上網去查資料 查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你不能查好 把連結寄給我嗎 他說不行 老師告訴你方向 不告訴你怎麼做 我上網去查資料 何其有幸 活在台灣 台灣有Google可以用耶 有Facebook可以用耶 你知道越南跟大陸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我有大陸的朋友 大陸的客戶 他們也很先進你知道嗎 就是刷卡可以付錢嗎 對不對 他們的Post機就是那個刷卡機 有沒有 幾乎所有的小商店 每個都有一台很厲害 而且無線的 都不用插電線的 很厲害對不對 可是我昨天從大陸飛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講 中央姐我這個Post機 我決定帶到日本去 讓客人在那邊刷卡 在座各位同學 你認為在中國的一台刷卡機 可以飛到日本去 在當地刷卡嗎 不可能嗎 可能是網路啊 各種銀行對不對 我們都覺得應該是不可能 那你覺得有疑問的時候 你可以Google一下對不對 他是不能Google的 沒有答案 何其有幸活在有網路的年代 所以我上網去查了超多資料 我去分析 原來這個產業呢 歐洲啊 我媽媽說那個是畜生啊 人家在那邊說是寵物啊 我媽媽說那個就是魚啊 然後人家顧問告訴我 這是一個全球高經濟附加價值的產業 這個是生產的 這個是消費的 綠點店是瘋狂消費的地方 你要學這些東西 一個美術系 異業補習班的行政助理喔 我要學這些東西 好 學實話的分析 學行銷車類 樣樣都要學 你跟我講 怎麼變成經理王 這個資料要到海關裡面去撈出來 都不是我的顧問給我的 他叫我自己要去查的 你會發現全世界 因為那個每個商品 都有個貨品序列號吧 這個序列號 拿到那個海關去查 你會發現說 這是 新加坡的觀賞魚 養殖系的同學 新加坡觀賞魚賣到荷蘭去 有這麼多量 日本賣過去有這麼多量 新加坡過去的紙有這麼高 日本賣過去的紙這麼高 相除之下 日本的觀賞魚進入荷蘭每公斤 有30多塊歐元 那新加坡的是這個 這裡怎麼有個粉紅色的鬼東西 在這裡比較大是誰 這裡有一條線你們看不到 這裡有一條線看不到 那就是台灣 台灣是僅次於日本生產高單價觀賞魚的地區 可是我們沒有量 為什麼沒有量呢 因為剛剛舉手的只有兩位 沒有人要從事這個行業啊 男生不會想要去水裡面 穿著青蛙裝在那邊撈魚啊 為什麼 因為女生起腳要過去 只會說哎呦好髒對不對 你們在座的女生 有哪個看到你們的男同學 在池塘裡面穿著青蛙裝 砍棒的時候會尖叫 啊好有型好帥喔 不會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的年輕人 根本不可能跳到水裡面去 所以這一塊餅啊 看得到然後你永遠只有一條線 我還貢獻良多呢 做網路行銷 這個又要講一堂課 總而言之我現在告訴你 全部都是我一步一步 話說在座各位同學 一天也許你有四個小時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如果照我剛剛分析的 可是我不一樣 我二十六歲跳下去食堂之後 我是一天只有四個小時睡覺 其他所有的時間我都來學這些東西 一步一步往前走 到國際展會去 然後我就會自己跳 下海跳下去當修哥喔 那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照片只要貼在網路上 我只有一發子彈用負債嘛 我到荷蘭去辦展 我怎麼讓南非的客人跟我下單 很簡單嘛 這是南非經理協會的會長 他跟我一起喝茶聊是非嘛 然後就放在網站上面 南非的客人就看到說 聽說有個產地直銷的 來自於台灣的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們會長竟然跟他一起喝茶聊是非 你看 在這裡喔 這個都在排隊有沒有 買魚送書法 從小學美術總算派上用場 而且我送他人 他回去刻在肩膀上 第二年還給我看 你看 賣魚是有故事的喔 好 所以呢這個南非的人 他就跟我下訂單 因為他們的理事長跟我喝過茶 證明我不是假的 而且我的魚呢都會得很多獎 到有一年的荷蘭一個城堡 他們要做一個 後面那個池塘很漂亮 他找很多贊助商你知道嗎 就說你要不要贊助器材 贊助飼料對不對 那有人要贊助那個池塘裡面的魚嗎 可是他們池塘蓋得太漂亮又太厲害又太大 大概一排的這半個教室這麼大 那就要贊助 你知道吉里不能蓋LOGO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加贊助吉里的話呢 就不能蓋LOGO 那一家要贊助就贊助不了那麼多隻 很多家贊助 可是就是有人贊助阿爸伊對不對 醜的啦 阿爸伊會游泳的 那那個贊助比較好了 也就覺得不公平 然後又沒廣告到我們家的魚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只有一家 可是全歐洲找不到可以贊助漂亮魚 有那麼多的兩百多隻的 他們就找到我這個產地直銷來 宗教學你每天都來我們荷蘭對不對 你幫他贊助一下幫你擦旗子 感謝台灣新艙經理養殖堂送給網址啦 地址什麼都給你 幫你做廣告這樣子 我說好啊 可是沒問題啊 我贊助你什麼 我說你要幫我寫牌子的時候幫我擦好 台灣送給荷蘭的禮物 不要寫新艙經理養殖堂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明天出去就被車撞死了 我爸媽不會講英文 這個傳奇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沒有用 但是我永遠記得我第一年 踏上荷蘭大陸的時候 我拿著我的魚在那邊賣的時候 人家問我說 我說台灣他說泰蘭 全世界除了日本不可能有那麼漂亮的魚 你的魚一定是吃色素打針跟麥克比塗的 我要證明這是Made in Taiwan 我用10年的時間證明了 台灣有很漂亮的觀賞魚 但是這個產業舉手剛剛只有兩位嘛 而且還不一定養觀賞魚 如果有一天我沒有了 就結束了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他們寫 台灣送給荷蘭的禮物 我期待10年20年後 也許有另外一個年輕人跟我一樣 穿著青蛙裝跳下去 他把台灣的觀賞也推到國際市場 當他去參展的時候 第一次他踏上歐洲大陸的時候 他在那邊展示他的魚的時候 人家問他Where you come from 你會說台灣 喔我知道 你們台灣有很漂亮的那個coy 在哪個城堡我有看過 我希望我能做到是這個 這是我能為年輕的學子做的事情 而你們能為自己做什麼 剛剛舉手只有兩位 我一直記得只有兩個 所以呢那個報紙啊就寫了 剛剛那個報紙就寫了 荷蘭人很厲害啊 他就通知全歐洲的報社媒體啊 看這個廣告辦辦廣告花很多錢對不對 不用 他說為什麼台灣要送我們200條高級的景點給荷蘭 不送給英國不送給德國不送給比利時 義大利偏偏送給我們荷蘭呢 因為800年前荷蘭就已經 跑到台灣跟台灣建立起非常堅厚的友誼啊 我們還帶城堡給他們做觀光民宿你知道嗎 所以媒體說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台灣跟荷蘭這麼緊密的友誼啊 所以我要當台灣代表送經理給他們 然後得到這個全歐洲的媒體報導 這個報紙就跑到總統府去了嘛 總統就來你家說你好棒棒啊對不對 成就跟成功我跟同學一再強調 沒有錯我們不可能每一個人 10年後20年後你可以站上舞台 跟病人分享你有多成功 可是你的價值 價值 價值是什麼 我開始辦學嘛 我開始說學生啊一個一個學生 這些都是台灣觀賞與產業 需要專業人才去做的 剛剛舉手只有兩個 學生來這邊學啊 帶他們去荷蘭啊 我們還有一季 有一季全部都是女生的 男生穿這個醜醜的 T恤在旁邊站就好了 女生全部穿上旗袍 站在那邊賣魚 所有歐洲人都嚇死了 他說你們台灣的女孩子都是這樣嗎 我說對 我們都穿著旗袍養魚的 他們忘不了啊 覺得台灣人太強太厲害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會帶他們去看很多荷蘭的 有些溫室技術或什麼的 農業 農業絕對在未來的20年 不是低下的工作 在未來20年農業是黃金產業 日本如何把這個觀賞與產業 企業化去經營 我們台灣因為沒有人 所以沒有企業 我們家只有爸媽我三個人 怎麼企業啊 人家日本的漁場二十幾個人 再做 我的爺爺已經掛了 他真的掛了 他16歲的時候呢 二次大戰沒有死回來 他就說他的人生是剪刀的 從此他只做他想做的事情 再做各位的年輕人 你們都超過16歲了 明天 其實從等一下結束開始 你真的可以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爺爺都有交代我一件事 他說殺人放火的事情不能做 不然你被抓去關 其他都可以 只要你命還在 所以他留給我什麼 我爺爺果然死了 照片一張姓名 生了幾年 死了幾年 沒有留電話了 這是我弟弟的小孩 我弟弟的小孩 果然他很爭氣的生了兩個 這是我堂哥的小孩 這是我們的家木 我爺爺留給我什麼 沒有財富 但是有價值 他告訴我人生價值是什麼 人生價值是什麼 他就是沒有死嘛 然後就做他想做的事情 在座各位都還沒死嘛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做什麼 挑戰不可能最快樂 沒有錢也可以踏上歐洲大陸的 沒有錢住飯店就是搭帳篷 沒錢吃飯就吃泡麵嘛 對不對 魚被人家毒死就笑一笑 人家被人偷走也想辦法解決 電線被剪斷 帳篷被弄垮 我遇到的鳥是多的呢 到最後我的學生跟我去國外辦展的時候 都很興奮 為什麼 中間今年還有什麼動 有什麼挑戰 我說可能沒有 因為我們預防措施做得太好 那該不會是飛機不會飛過來吧 火山爆發啊之類的 不然沒有挫折 沒有挫折你如何去克服他呢 沒有挫折你就不會想要去克服他 難不成在各位同學 你們喜歡那個網路APP 下載一個遊戲有沒有 你下載你給我10塊 你下載30塊對不對 你給我10塊我給你一組密碼 你馬上達到100個金幣 100個保護 100個公主任你選 然後你要登上世界排行榜第一名 在10秒鐘之內達到 你要不要 你一定會說 你莊校尾我要玩六個月啊 是啊 沒有過程的成就跟成功 你都不想要 那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你要是看韓劇啊 第一集男女主角就在一起就好了 幹嘛還得癌症被車撞失意 還什麼被綁架啊 都不用啊跳過來 人生如果沒有那些挫折 沒有那些過程 有什麼價值呢 虛擬的社會 虛擬的世界 你都覺得那樣子最有趣 而真實的生活 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我可以一個人跑到南非去耶 我現在常常一個人旅行啊 都看我臉書的朋友都問說 哇靠你瞬間移動啊 今天在山東平 今天到蘇州去 你都一個人嗎 沒帶寶貝 沒帶秘書嗎 我說沒有啊 死了就算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過程 那過程的價值對我來講 就算我今天死了明天死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有價值的 那這就是我可以跟在座各位同學分享的 你要用幽默的態度面對人生 其實挫折非常有趣 失敗非常有趣 真的 享受它帶來樂趣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價值 價值是最重要 我們創業是為了圓夢 流入阿嬤的味道 讓大家都吃得到 就是我們的夢 創業的夢 創業超不浪漫啊 我們年輕人哪有什麼本錢 我在網路上查了很多資料 發現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 像是教我們申請貸款 創業諮詢 找顧問請教 還有講師上行銷課程 現在這些資源被整合起來 成為一個挺年輕人創業的平台 也可以說是一個挺你圓夢的平台 請教師 谢谢观看